如果以后我们没有联系了 希望你无论在哪 听到我名字的时候 你都会嘴角微微上扬地说 以前我挺喜欢这个人的 藏伙本就是人间常态 你我又不是什么例外 只是遗憾没能成为你的偏爱和例外 你就成为了我爱而不得的遗憾 让你心动的人 给不了你心安的感觉 让你心安的人 也给不了你心动的错觉 也许这只是答案 好好生活 想念不一定要见面 喜欢也不一定要在一起 你要相信 每一种距离 都有它的意义